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疾病威胁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青睐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咻一下各位 一个月又要结束了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以来 很多投资朋友们看到利好的电视节目 各位利好只有一件事情 我还是感恩 非常感谢大家 我相信各位如果在盘中 四个半小时 有一个真正能够负责任的老师 有一个真正能够带你进出的老师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各位利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请所有今天看到利好电视节目的人 在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随便 你只要看到我的电视节目 赶快留下你的电话跟姓名 各位这一档股票一定要有 好不好 有我们来一起挑战八八之战 各位你记不记得四星KY 我们创造了七倍以上的获利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长龙 创造四倍以上的获利 那各位 一档股票送给大家 挑战88% 那算什么 所以各位这档股票 你一定要有 绝对要有 所以各位 我没有华丽的图表 我没有华丽的图表 我只有一颗帮你的心意 一档足以改变你的人生 各位叫八八之战 有没有机会挑战88% 各位 你只要回想一下 我们的四星KY 都能够让你创造七倍的获利 我们的长龙 都可以让你创造四倍的获利 那各位 88%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这档股票你一定要有 而且各位 这个礼拜我只送出这一次 我就故意压到礼拜五来送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有 好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来 你知不知道今天大盘为什么会跌 各位今天大盘跌155点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盘会跌 好各位再看 各位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航运股又会拉回 你知道航运股为什么又会拉回 你看 你看这档股票外海 为什么又会跌停 好各位 今天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让陈利豪来帮你解说 当你看完我的手机的讯息 我带会员的讯息之后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今天大盘会跌155点 你就知道为什么航运股又会拉回修正 各位盘中四个半小时重不重要 重要到不行 超级重要 各位 在跟你讲好这些分析之前 让你看一看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注意看 各位这是7月29号我的电视节目 7月29号就是昨天 天哪 昨天买回的股票 各位就是7月28买回的股票 对不对 各位长龙是不是赚了27块半 各位你相不相信今天长龙 我们在短线上面有出到更高价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给我们的长龙今天有出到150附近 你相信吗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等一下给你看手机 好不好 看手机最准好不好 那各位 那这个地方呢 长龙昨天27块半 如果算今天的150附近 各位是赚33块 33块 好 那各位昨天的四星赚了59块 我为什么昨天四星我要出 各位你看 我7月28号买四星买613的 对不对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一天而已又赚59块 你买10张59万 100张不是590万吗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 昨天要先出落袋为安 我们已经创造了725% 3392块 为什么我要出 好各位 各位我等一下也一起跟你讲 我等一下一起跟你讲 另外各位你看金星科 这边的金星科 各位有没有 昨天是不是又赚56块出厂了 累计254块 给我7月28号买在548买回来的 我昨天是不是也跟你讲 一天而已又赚56块出厂了 我为什么要出 我赚56块 各位买10张56万 100张560万 我为什么昨天要出 好各位 为什么我跟你们说过 短进短出非常重要 为什么盘中四个半小时 非常的重要 我今天各位请你认真 看完我的电视节目好不好 那我现在开始要验证 这是我昨天的电视节目 各位长龙今天比昨天多赚了5块半 各位四星KY昨天出掉了赚59块 金星科昨天出掉了赚56块 各位金豪科今天还有更高价 我们也出掉了 多赚了2块叫17块 你如果不相信 请你现在认真看完我的电视节目 我现在开始拿手机跟你验证了 从头到尾验证 那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一样可以拿手机来照相 来存证好不好 让你看一看真真实实 盘中四个半小时 真正的实战的老师 是怎么样的老师 然后你再去比较一下 那种吹牛比赛的老师 又是怎么样的老师 各位请看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知道今天大盘为什么会跌吗 来看 各位在今天一大早 各位注意今天一大早 你注意看今天一大早 我分析了这么多你看 我分析了这么多 我不是随便分析 早上几点 各位你看分析这么多 早上几点 四点四十二分就在分析 好 分析完毕之后重点在这里 各位重点在这里 第二则 我念给你们听 我念给你们听第二则 会员注意 今天的台股将收月线 在经过大盘创新高 18034点之后 也拉回修正了 黄金分割率0.382 因此在日线上来看 是到了短线的满足点 也就是说 有机会再反弹至17650 但是重点来了 但大家要注意的是 今天收月线 而且筹码相当凌乱 内股轮动快速 加上今天是星期五的假日情节 而且昨天的反弹 不但回补了前天重挫的360点 更上涨了267点 有没有 更上涨了267点 这将让短线的投资人 有了逢高获利了结的想法 因此今天建议大家 手中的持股 有获利的短线 请站在卖方 各位看到没有 请站在卖方 而且不要追买股票 各位你看几点 你看几点 后面全部都在交代出了股票 几点 7点48分 各位我全部在交代出股票 所以各位今天盘中 大盘跌155点 你看看一个老师 厉不厉害的老师 各位差多少 我早上4点42分 起来分析行情 还没开盘7点多 告诉我的会员 这个盘一定会拉回 一定赶快获利了结 各位果然重挫155点 各位你看今天的长龙 我现在开始一支一支验证给你看 各位长龙当初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们买在117到120 买到之后各位收盘收131块半 结果隔天昨天打涨停板 今天拉到150块附近 各位拉到最高150块附近 各位如果陈立豪跟你讲说 我们150块附近已经出了 你相信吗 老师啊 你这么厉害 各位请看 如果有任何造假作弊 陈立豪退出股市 好不好 如果没有 你赶快来参加我的 好不好 可以吗 各位请看 各位同样一通 你看 这是刚刚我分析的 你只要去看长龙就好 各位看长龙 今天 长龙117120 加码者 在153附近短出 各位看到没有 在153附近短出 今天的讯息 各位今天拉到最高150.5的时候 其实立豪就已经传出讯息 各位有获利的人 117到120买的人先出 各位先出 先出 所以各位你看 长龙今天 如果你真的跟着立豪做 各位你是不是短线先获利 短线获利之后各位 立豪很早就在推荐 告诉会员 拉回的时候要记得买回来 那各位 立豪问你 今天拉回你敢买回来吗 今天拉回你敢买回来吗 各位 陈立豪 在7月26号 我说敢买140.5的 7月27号 我说我平均价133.5的 对不对 7月28号 我又再加码 我说平均价126.26 那各位 到了今天短线 到了今天短线 全部获利出厂 各位 赚了33块 千真万劝真实富贵 各位已经累计444块 440.5% 那各位 重点是 你出掉之后 各位 你要敢买回来 陈立豪在今天 7月30号 收月线的今天 各位 我就跟你讲一件事情 各位 当你看到 长龙又打回来的时候 各位 你敢买回来吗 陈立豪跟你讲 我又买回来了 各位 利不利害 盘中重不重要 大盘为什么会跌 我早上就分析了 因为大家有一个心态 因为我知道昨天 各位 前天大跌360点 我们去抢股票 抢了股票之后 各位 尾盘收上来 只跌131点 结果隔天的昨天 反弹涨267点 如果以心态来讲 任何人都会想要 获利了结 所以各位 那是不是由我来通知会员 告诉他们 这种人的心态 你如果没有这种 操盘的功力 你如果没有经过 三十几年的历练 你有办法讲出 这些道理来吗 听得懂吗 所以我叫我的会员 我说一定会有获利了结 所以很多的股票 请站在获利了结的一边 各位你看 刚刚跟你讲长龙 对不对 各位我们现在来看金星科 昨天我不是 我7月28号不是大跌的时候 买金星科吗 那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一天而已就赚了56块吗 测标上不是跟你讲吗 赚了56块 已经累积254块了吗 那我为什么要出 各位请看金星科 为什么我要出 各位我昨天出到600多块 你买10张赚56万 100张560万 我为什么昨天要出 当你看到今天又打下来了 打到最低567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 昨天我要先出短线 对不对 而且我入带为安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我刚刚验证了长龙 我又验证了金星科 各位我们再来验证四星 这档股票各位四星 我不是7月28号 那个VCR你不是有看到 我连买回三支股票吗 四星也是其中一支买回613 那各位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天哪一天哪又59块 你昨天是不是又赚了59块 已经累积3392块了呢 那我为什么昨天我要先出 我为什么要先出672 各位看一下吧 看一下吧 如果你672你不出 今天又打回到633 最低630块 各位你这样子了不了解 利豪一直在电视上 要跟你们讲的短进短出的操作策略 我不会吹牛 也不会造假 也不会作弊 我都直接代进代出的 所以各位 那是不是你又获利出场了 那各位你看我是不是验证了 又验证了什么 验证了四星KY 那各位我们来验证金豪科好不好 各位我现在讲到金豪科 等一下我拿手机给你看的时候 请你竖起两只大拇指 两只大拇指就好 你就说陈利豪老师 你真的好棒 真的好棒棒 好不好这样就好了 各位注意看 你看看一个老师在盘中四个半小时 是怎么带的 各位注意看 我7月28号 我买回跌停板 VCI给你看过了 各位昨天有没有拉到19 我赚了15块对不对 我赚了15块 各位你知不知道 我昨天出场之后 我又去放空 老师真的还假的 请看 注意看 注意看 你看我今天交代什么 各位昨天出掉之后 其实昨天全部都出掉了 各位昨天全部出掉之后 你看 我早上 我昨天早上了 你看先看昨天早上的分析 好昨天 各位看到没有 昨天 这是昨天的 各位金豪科188附近 在放空 有没有看到昨天 有没有看到 金豪科188附近 在放空 各位你看收盘就好 看收盘就好 各位看收盘就好 做多也赚 放空也赚 连放三次 三次都赚 各位 这才叫股市 各位那陈立豪跟吹牛比赛的老师 有差别吗 差太多了吧 差很多 对不对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还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的 想去听那个说故事比赛的老师吗 我的很多的会员打电话 跟立豪说老师 你真的是我在电视上看到唯一一个 可以用手机去验证 而且实实在在的老师 今天不论我们做的怎么样 但是我要奉劝很多的老师 要做到不造假 不作弊不欺骗也不要去吹牛 因为这样子会害了很多的投资人 真的我们只要实实在在就好 那各位你看看7月28号买股票 对不对 我不是讲吗 天哪昨天买回来的 昨天的意思就是7月28 那7月29我赚到钱了嘛 长龙到今天赚33块嘛 手机刚刚也给你看了 一大早就在叫出嘛 我们不是出到最高价吗 各位长龙赚了33块嘛 四星是不是昨天也出了赚59块啊 金星科昨天也出了赚56块啊 各位金豪科昨天出掉之后又去放空 对不对 昨天赚了15块最多的赚到17块 昨天赚了15块之后又放空 结果今天又赚钱 我手机能够照假作弊吗 但是各位 请你听陈利豪一句话 你来回做价差 你要懂得行情啊 各位你看喔 3006 各位放空之后 各位你敢买回来吗 你敢买回来吗 各位今天听陈利豪讲一句话 我在178 180那个地方 我又买回来了 老师你这样敢讲 如果下礼拜跌怎么办 全国青睐的投资朋友 我陈利豪对我自己太有自信了 我非常有自信 我就算今天买回来 我一样让你赚钱 各位再看 各位长龙早上一早短线先出 全国青睐的投资朋友 你敢买回来吗 你敢不敢买回来 我同样一件事情跟你讲 我也买回来了 老师 你买这个价钱会赚钱吗 一样会让你赚钱 我跟别的老师不大一样 我不要去吹牛比赛 也不要去跟讲一些 有的没有的屁话 各位做股票最怕的就是 你常常喜欢听故事比赛 常常沉溺在技术面 基本面的领域里面 那各位你会死得很惨 台湾的股市不是让你去分析 技术面基本面的 千万不要再听那些 涨说涨的老师 跌说跌的老师 各位你不要再去浪费这种时间了 真的 那你要不要跟我是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提醒你 我好意而已 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 我今天有一档股票送给各位 不用钱 各位我四星KY都可以让你赚七倍 我的长龙都可以让你创造 四倍以上的获利 那各位挑战一下88%算什么 所以各位 我没有华丽的图表 我没有像一些老师 做了很多的图表 很漂亮没有用 在股市要赚钱才是重点 各位 我只有一颗帮你的心意 一档足以改变你的人生 叫88之战 有没有机会挑战88% 你拭目以待就好 各位 一定要有 绝对要有 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 8512 5858 8512 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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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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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地鈴 請搜索關鍵字 亞太國際投顧 頂尖團隊頂級享受 軟體下載專業研究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盡在亞太國際投顧 02 8512 5858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 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儲材 建議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全國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利豪是一個唯一可以用手機去驗證的老師 而且利豪每天早上 其實各位不到五點我就在傳訊息了 你看 各位 今天一大早 今天的訊息 你看我分析了這麼多 你看分析這麼多 各位有沒有 早上4點42分就在分析 各位第二通 剛剛我已經唸給你聽過了 就是要獲利了結 有沒有 就一定要獲利了結 有沒有 你看我分析了這麼多的重點 就是有沒有 因此建議大家手中的持股 有獲利的短線 請站在賣方 而且不要追股票 各位全部都在建議賣股票 都在賣股票 早上幾點 7點48分 你看看我盤中的代進代出 你看看 而且我們昨天 金豪科賺錢之後還放空的 還叫回補有沒有 回補之後 各位你看 還有一檔股票 我們有買4961 不是買回272的天域有沒有 你看早上我也在叫出 你看我也在叫出 各位你看我為什麼要叫出 你看收盤收下來了 有沒有看到 今天最高拉上去我叫出了 各位我們每支股票都在叫出 對不對 每支股票都在叫出 而且各位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嗎 金豪科買回180 178附近嗎 有沒有 你再看看各位 長榮也是買回132附近 我成立好我不造假不作弊 我也不會欺騙 我不會跟其他的老師一樣 漲的時候說漲跌的時候說跌 我不吃這一套 各位在股市最重要盤中4個半小時 你要怎麼進出 你才能真正的獲利 所以各位我7月28號大跌360點的時候 我買了長榮 買了四星 買了金豪科買了金星科 結果昨天7月29號 各位長榮到今天賺33 四星到昨天賺59 金星科到昨天賺56 金豪科到昨天賺15塊 結果又去放空我還沒加上去 各位你看一看 這種操作策略是不是讓賺大錢成為習慣 各位做股票要有方法跟技巧 不要呆呆真的 你不要跟到一些呆呆的人 那你就很麻煩了真的 做股票我說實在真的 你要特別小心 這是你的錢很重要 所以各位我沒有華麗的報表 我也沒有華麗的圖表 我只有一顆八米的心意 一檔足以改變你的人生 叫八八之戰 有沒有機會挑戰88% 各位我四星都可以讓你創造七倍 我的長榮都可以讓你創造四倍 88%算什麼 我一定有我的目的 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才會送給你這張股票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 絕對要有好不好 不打擾你了 一通電話改變你的一生 一通電話改變你的生活方式 祝全國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下個禮拜操作策略 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訊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個禮拜操作策略